嘿 我是廖哥 解整理的是人生 你的人生有什麼困難嗎? 讓我來幫你 全部 out 歡迎回來解整理的是人生 我是你的整理師廖星雲廖哥 今天這集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捨不得症候群 我覺得我身邊的很多人 甚至是我的客戶 他們很想要擺脫家裡 這麼多東西的狀況 可是呢 他們卻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產生捨不得 講一個我的案例 在很久以前 我剛開始當收納整理師之前 在兼職的時候 我呢去了一個人妻朋友的家 然後我就教他整理房間 其實啊 他對過去充滿了眷戀 所以他的衣櫥裡面 放的都不是他現在正在穿的衣服 都是以前的 那現在穿的呢 就隨意的堆在旁邊 因為也放不進去 然後他打開衣櫥 開始把裡面的衣服 一件一件拿起來 介紹給我聽 比如說 他就拿起一件衣服 他說 啊 我跟你講 這一件啊 我年輕的時候 超愛 這一件 他配垮褲 還有球鞋 好好看 欸 親愛的我有聽錯嗎 垮褲是很久近景的流行耶 你想想看喔 就算你現在穿的下 你穿著垮褲 再加上這件衣服 人家也會覺得 哇這個人有在進步嗎 他怎麼這樣啊 我覺得有時候整理衣櫥啊 你真的要有一個 嘴很賤的朋友在你旁邊 因為他講話 一針見血的話 就可以戳破你那個 活在過去粉紅泡泡裡面的眷戀 你懂我的意思 但是 如果你今天啊 找了一個跟你一樣 就是很念舊的人 你就算下定決心 想要清掉一件洋裝 他也會說 欸不會啦 這件蠻好看的啊 料子也很好啊 你就先留著 就越留越多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很犀利 嘴很賤 講話很直白的人 跟你一起挑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法 其實我以前是貴姊 跟客戶在整理衣�的時候 我都會很直白的說出我的心裡話 然後他們真的是又哭又笑 例如說我就有遇過客人 他就穿上了一件 從來都沒有穿過的粉紅色長大衣 然後上面整圈白色的毛這樣 他一穿上去 他說 怎麼樣 我說 你好像盜明是他媽媽 他整個 就立刻多下來 因為他說 其實啦 這件我買很久 但是我就覺得我沒有場合穿 而且我只要一穿上去 我就覺得哪裡不對勁 原來是盜明是他媽媽 我應該把這件還給他 就整個就是很幽默 然後還有 我還有一個客人很好笑 我跟他一起在整理衣櫥的時候 他就拿出了一個 有點像藍色的網狀鉤枝的線衫就對了 隔一隔像菱形的格子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套上去給你看一下 然後他一套上去我就說 嗯 你要聽實話嗎 他說要 我說 你長得有點像裝洋蔥的袋子 然後他馬上大笑 他說 原來我就一直覺得這件哪裡怪怪 原來是裝洋蔥的袋子喔 然後他就立刻把它拖下來 然後把它斷捨離 總之我就是一個說話很直白的人 我會直接告訴你我真正的感覺是什麼 那客戶也很可愛 當他聽到我的感覺的時候 我沒有正面說啊 批評說 沒看很壞 我只是說出像什麼這樣 他們就可以馬上斷捨離這件衣服 所以我覺得 假設你也需要一個人在你旁邊 告訴你他真實的想法的話 盡量找那種嘴很壞的朋友 好不好 我相信他一定對你很大的幫助 讓你快速斷捨離 總之呢 那我這位朋友呢 他就是把他所有衣服都挑出來給我看 他就可能回味無窮 我說 這件斜尖的洋裝 我一早清 你知道 總之就是他一直活在他的那個 過去的年輕時光 不過後來我認真聽他講完之後 我只問他一句 我就說 那你現在還會穿嗎 他突然就沉默不語這樣喔 因為啊 他知道這些衣服早就過時了 他生完小孩身材已經變超多 其實也穿不下了 而且啊 留念這些過去的衣服 就是反映他對現在自己的身材缺乏信心 我們都一樣 不管是客戶或是我們爸爸媽媽等等 只要他們拿起以前的衣服 可能就會說 喔 我跟你說 我以前做小姐的時候 穿這件 爛水都爛水 我的腰 二十二腰 小蠻腰 大長腿 沒人會比你 差一點有人要叫我去選中國小姐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媽媽最常講的這一套 每一個人都會懷念你過去的這一切 可是說真的 現在的你會有現在的體態 而整理的這個當下 就是跟自己面對面的時候 我們在整理的過程呢 他突然發現 他自己很沉浸在過去 就是以前我很辣 以前我很多人追 以前我身材很好 以前我很瘦 然後他不敢面對現實 現在的他可能生完小孩之後 身材大走樣 腿變很粗啊 肚子變很大等等 最後我還是告訴他 我們現在有現在的體態 我們應該愛自己 才有辦法 讓這個身體 配合你的狀況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好好的 跟這些過去的衣服 曾經陪伴他 年輕歲月的 這些美好的衣服 告訴他 就說謝謝你們 你們任務已經完成了 謝謝你 以前讓我這麼好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衣服 全部處理掉 說真的很多人都會說 留著這些衣服啊 等我變瘦我就可以穿 或者是留著這些衣服啊 我現在還是可以穿 你想一下哦 如果你是48歲的女生 但是你可以穿你18歲的衣服 就算哦 你真的可以穿回去對不對 你穿絕對沒有你18歲的時候 穿那時候那麼好看 因為你的體態不一樣 你的樣貌也不一樣 你絕對沒有辦法穿回 當初那種青春洋溢的樣子 所以最後你只剩下穿的下而已 那穿的下從背後看是一樣的 可是從正面看 你就是歐巴桑小姐 後面看是小姐 正面看是歐巴桑的那種歐巴桑小姐 所以真的不用再硬穿 你現在的你已經有了歲月的薰陶 你會越來越好看 那也許身材可能沒有像以前這麼好 但是你還是會有現在適合的衣服 不用硬要留著穿它 後來我們把它清掉之後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我這位人妻朋友呢 就開始面對現在的自己 也許現在我沒有那麼瘦 可是我可能可以做點什麼 後來他就每天騎腳踏車 騎超遠 然後去載他小孩 本來他就騎摩托車哦 後來要騎腳踏車 鍛鍊自己的身形 接下來他就是積極減肥 而且他還努力的學習廚藝 然後學習書法 就是把焦點放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面 這些事呢 就讓他變得更漂亮更有自信 後來的他可以穿更多好看的衣服 不會再被過去所牽絆了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捨不得好不好 你捨不得你也變不回原本的那個樣子 不如就活在當下 好好的愛自己 講到這個 捨不得最浪費的這件事 我一定要講一個我超經典的案例 之前我在台中有一個客戶 我去他家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是夏天 然後那個媽媽就穿著背心 我突然看到他的內衣的鋼圈 從他的腋下刺出來 刺到他腋下的肉 我傻眼我嚇死了 我就說小姐你腋下如何 結果他看了他腋下的那個鋼圈之後 對不對 他把他推回去 然後跟我說還好啦習慣了這樣 我真的傻眼 我問他 請問你的內衣多久沒換 他說六年 欸六年 你的奶奶一定很難過是不是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震驚 我想他是不是沒內衣可以穿 我就去他的衣櫥打開一看 竟然有十二件新的內衣在裡面 然後是整箱的 就是放在某某的那個紙箱裡面這樣 我說你這裡不是有新內衣嗎 他說哎呦那個就新新的啊 捨不得穿 我臉歪掉 欸你新的不穿 他什麼時候要變舊的 對不對 你新的就是要拿出來穿 你不是一直穿舊的 然後這樣子残害你自己的身體 但是他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接下來讓我更震撼的事情發生了 我看到他女兒 那時候他大班 穿著一個破超大洞的內褲 在那裡跑來跑去 你知道那內褲破了多大洞嗎 我們內褲的前面啊 有鬆緊帶對不對 他就在正前方肚子的下方那裡 破了一個超大的洞 只剩下鬆緊帶看勒 我以為他穿丁字褲不誇張 就只在那條線牽著這樣 我就嚇死了 我跟他說 欸你不要給你女兒 穿這麼破這麼大洞的內褲啦 他就說 哎呦他還小 他不知道 親愛的 他知道 以後啊 他的價值觀 他長大之後 他就會覺得 反正我就是一個 只值得穿破內褲的女生 而且我們再往遠一點的方向想 如果有一天 他被他男友推倒 想說要忙一下的時候 脫下他裙子那一刻 看到破超大洞的內褲 就好好的再幫他穿回去 對不對 這不是很久嗎 所以為了他的未來著想 你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你真的要讓他一直穿著 破那麼大洞的內褲嗎 更窘的是 我去這個小女孩的衣服看 找到了一包全新的Dollar系內褲 我要拆出來給他換的時候 全部都太小 都穿不下 全新的內褲就這樣 因為捨不得 而放到穿不下 你不覺得更浪費嗎 最後啊 我在勸不動他的情況下 我就用生死的角度跟他說 我說媽媽 我跟你講 生命很難講 也許下一秒我們就死掉了 結果你在死掉的那一刻 還發現你自己竟然穿著鋼圈 刺出來刺著你肉的內衣 然後你女兒穿著一個破超大洞的內褲 你不會覺得這樣子很難過嗎 然後他突然陷入了沉思 各位啊 如果你真的想要死的精彩死的漂亮 現在開始就把你衣櫥那些 捨不得穿捨不得用 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用 假設你真的下一秒就怎麼了 突然就 還好今天穿得很漂亮 對不對 這句話 我不是只有對一般人說 我連去上節目 之前我去上一代女王 這個節目的時候 主持人曾國成就跟我說 老師啊 我有很多新鞋子 但是我都捨不得穿怎麼辦 我說 捨不得穿是更大的浪費 生命有限 捨不得就是你覺得自己配不上他 他會變成陪葬品 然後結果曾國成聽到這個臉歪掉 他就說 喔 我本來買那些就是要拿來陪葬的 一個東西在他最流行 最時尚 最新最美好的時候 你不用他 然後就一直放著 他最後真的只能跟你一起陪葬了 當下就是最好的時機 在你擁有他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認真使用他 不盡其用 才是對物品最尊敬的態度 所以如果可以 不要再捨不得了 如果你真的捨不得 你覺得你配不上這個東西 那你給別人用 因為東西本來就是生產出來 要給你用的 如果你不用 你只是把它堆在那裡 他更可憐 想要留著 又怕捨不得 那你就盡情用他 把它用到極限為止 在他最後被你用爛了之後 他反而會有一種 功成身退 謝謝你這麼平凡的使用 我再見了 你看 這樣不是做了更好的事情嗎 之前我也遇過另外一個媽媽 他們家是開那種麵包店的 其他生意很好 都很忙 加上他有三個小朋友 其實他沒有一個真正可以放鬆的地方 因為家裡都亂七八糟的 那後來我去教他收納整理的時候 他斷手裡都很阿薩裡都很迅速 可是呢 當我們輪到他的衣櫥的時候 他就非常掙扎和痛苦 因為啊 他的衣服都是名牌 都很貴 有的吊牌都還在喔 可是因為他捨不得穿 所以從吊牌還在 就從流行放到過時 最後他還是捨不得丟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呢 他有跟我說 因為他太忙 所以他唯一的興趣就是只有買衣服 可是又因為太喜歡了 所以他就捨不得穿 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結果最後他的衣服啊 變成收藏品 放給衣櫥穿 我就覺得 哇這樣不行 所以我跟他說 親愛的 你的衣服很貴 然後很喜歡 可是你卻不穿 放到過時的時候 就更失去他的價值了 你這樣啊 對不起你自己 也對不起你的衣服 所以你很喜歡的話 就要盡量穿 認真穿 把他們穿在身上 散發出他們時尚美好的樣子 還是要跟大家說 東西啊買了就要用 而且要盡情使用 把它用到極限為止 才是珍惜的最高境界 如果你想要學會珍惜 請你想一想 跟小朋友學最清楚 你想一下哦 小朋友啊 如果非常非常喜歡一個娃娃 他很珍惜這個娃娃 請問他會把這個娃娃 樹枝高格 放在櫃子裡面嗎 他會告訴你說 因為我太喜歡那個娃娃了 所以我就要把它放在那裡 不會 他們珍惜的方法就是 每天帶在身上 去哪裡都要帶著那個娃娃 把它玩到爛 玩到突突突爛爛爛的 可能毛都掉了 眼睛都掉了 他還是好喜歡 這才是真正的珍惜 不是嗎 我們要認真的享受 擁有他的時刻 即便他已經耗損 我們都可以謝謝他 然後送他離開 物盡其用 就是發揮物品最大的價值 衣服如果買了不穿 他充其量 只是一堆上等的布料 在那裡浪費你的衣除空間而已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些啊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如果我捨不得 是為什麼 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值得嗎 換一個角度 你覺得這個東西這麼好 你就應該要配得上它 好好的使用它 對得起你自己 也對得起這個東西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你今天聽完之後 有所感悟可以動起來 整理一下你的衣櫥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清出一些東西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分享很精彩的話 可以把這一集分享給你 覺得需要的親朋好友 另外也歡迎到我的 Apple Podcast底下評分留言 記得給我五顆星 那也歡迎你到我的粉絲專頁 收納幸福 廖星雲 跟我說說你的感想哦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一定會把我送給你